原标题 淮海战役为何改变计划提前两天发起 其实与此人的独断决心 1948年的淮海战役有一个秘密 那就是战役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两天 由原定是11月8日 提前到了11月6日 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是由华也提出来的 10月28日 素玉、谭振林等联名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 提出了淮海的作战计划 即采取生息机东的策略 在运河以东作战 目标殲灭黄百套兵环 同时在运河以西作战 目标为敌领民兵环 南北夹击造成攻略徐州的态势 战役发起的时间分为两个 先运河以西开打 时间为11月7日晚 再运河以东打 时间为11月8日晚 对此 10月30日 中央军委赴殿 计划与部署甚好 忘记照此执行 但是军委对于战役发起时间 却提出分为两晚不如一起同时开打 这样可使两处之敌同时受到攻击 不可救援 在两三天后才能查明我之主攻方向 于是 速遇决定怀海战役 于11月8日晚同时发起 展开全门不料 4天之后 确定战役时间的速遇 突然又改变计划 决定将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 并且提前于两次决定的时间之前 于11月6日晚发起 这是为什么呢 如此大战为何要提早两天时间 原来蒋介石也在加紧准备徐旺会战 11月4日 国民党参谋总长雇助同袍的徐州 具体部署徐旺会战 会上 王百涛 邱清全 李弥 孙元良 冯志安都报告 说在自己房区当面发现 解放军重兵集结 一致认为 解放军主力将游入西南南下 而不会由徐州以东发动进攻 于是 顾助同拍板决定 放弃海州 连云港 固守徐州 集结兵力于金浦路徐邦一段 进行攻势防御 竟是他的这个决策 使得伟大的淮海战役 得意提前两天发动 结果 海州 连云港一带国民党军的行动 很快就被划 也指挥机关真直 肃欲判断敌军有集中兵力 固守徐州 阻止解放军南下的倾向 11月6日 华也又发现 敌驻守海州的 第44军 有西撤新安镇 并归黄百涛兵团指挥的动向 如果黄百涛一跑 盛东击西计划就要泡汤 淮海决战也可能成空 肃欲认为 战役发起已经到了已早不夷迟的地步 于是 他当机立断 决定 把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提前两天 即由11月8日晚 改为11月6日夜 当日上午 肃欲把作战部署上 同时下令各部立即行动 肃欲这是一个大大的独断决行 上级批准不批准呢 第二天 11月7日 中央军委赴电肃欲并指示 完全同意6日 须电所述攻击部署 望你们坚决执行 非有特别重大变化 不要改变计划 坚决欲能胜利 在此方针下 有你们阶段专行 不要试试请示 但将战况及一节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 中央的命令令 大为感慨 后来 他说 他毛主席总是既通关和掌握战争全局又处处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 他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 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 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 把握军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充分发挥战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 最好的结合起来 是我军得以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是我军指挥关系的优良传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